我最近小偉人太少 因為沒有靈感 你都從哪裡獲取靈感 我看那個 沈日齡啊 你當時是看吳宗憲嗎 以前我是看 我看了很久一陣子吳宗憲 非常久 可是你不可能都學他講啊 全學人家知道你學他啊 我覺得要看一些那個 蓋庫家族那種有沒有 瞎講 我開頭要講什麼 好 來吧 Sakari国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司推車 這個又是網友挑玩的兩台車子 來到現場 2011年的舊款的SX4 跟新車正在賣最新款的 那其實中間小吃站這個位置 還有一代 可是那一代小吃比較少賣 因為那一代的編輸箱是CVT的 有點小小的疑慮 小吃賣的非常非常多 這一款的SS4 因為堪稱CP值最高 這個車如果你是一個家庭要用 又注重安全 你可以選這個車 因為這個車目前市面上的價值 大概都在20來萬 但是重點來了 它從2009年開始出 在這個時代 當時單安全氣囊 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配備了 但是我們有六個 這台是日本進口的 這台是匈牙利製造 那這一款小吃也是第一次進來 好 那我們先從舊款的開始看 走吧 今天這一台 這個還未整理 我就先拉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泛黃的大燈 這個當時它是1600CC 就一個等級日本進口 然後分四門跟五門的 那四門的價格在中古車市場 大概會便宜五萬塊錢 然後呢小改款改了什麼 除了它外觀其實看不出來 好 霧燈的形式稍微改變一下 我自己覺得比較大的改變 多了一個中置喇叭 蠻需要音樂的人啊 這個中置喇叭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2011年的小改款 它的恆溫空調改成是這個液晶面板的形式 舊款的恆溫是旋鈕式的恆溫 就很像類似一些Fortis Fortis也是旋鈕式 有一個Auto 然後你轉幾度 完全沒有螢幕會顯示 如果你們最近剛好有在購買這個中古車需求 你會發現你花二十幾萬塊錢 在中古車市場 你真的你只能買到一些很不堪入目的配備 當時它的新車的售價我記得是72萬 你看當時的同等級的價格 還有Focus啦 一些國產車對不對 一些Artist還有當鞍的 Focus也還有單鞍的 甚至馬三 了不起我記得09年也是雙鞍 單鞍而已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需要 兩顆以上的氣囊 其實有很多的車禍發生 你有發現 我的頭剛好在這個B柱 撞到玻璃還沒事喔 撞到玻璃搞不好 我把玻璃敲破 撞到這一根嗎 你多硬你可以比B柱硬嗎 這結構耶 所以側邊的氣囊我覺得是蠻重要 尤其現在很多是側邊的氣簾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為什麼需要六個氣囊 它是包含這邊B柱氣囊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就給你一個保護了 不過這一台車的缺點是什麼 它只有保護前座 後座乘客就沒有保護了 你要氣簾才有保護 以前我們都常講 台灣人就是什麼 刻苦耐勞 要錢不要命 Vios 放棄人生 沒有熱情 撞的就是我死了 就算前撞 側撞 後撞 都一樣 我死就是 但是我是覺得說 當然如果一樣在二十幾萬的一個 預算 然後你對於這個車子 的外型 比較沒有在意的人 我講過了 什麼車都可以買 但是如果剛好 你是符合這個家庭需求 需要稍微比較挑高一點的 喜歡這種沒有壓迫感 小事號稱180 大概一個半 比較沒有壓迫感 那這一代SS4比較常出現的問題 我在這邊我就直接可以跟你講 壓縮機的離合器 很容易壞掉 方向機 它是電子方向機 也很容易 當你要買這個SS4 你打起來覺得 方向盤 原地打的時候 非常重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這個 原廠 包括以前的SOLIO 的電子方向盤 其實就是會比 一般的車在原地打的時候 會稍重 但是呢不能有異音 打起來會那種 吉利咕嚕的聲音 這個方向機可能就 GG了 那再來 比較要注意就是它的避震器 避震器過坑洞 如果聽到 螺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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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 我跟你講這避震器非常貴 這避震器一隻 我記得要 5,000塊錢左右 那還有遇過這個 觸媒感應器 或空氣流氧器 會亮引擎燈 這個就不貴了 這個感應器 我記得2,000多塊錢 然後它的配備 就是 除了6個氣囊以外 ABS 它也沒有防滑 但是它也有免藥石啟動 當時的Swift 都是用這個免 那另外哦 我記得這個車在大陸也有 記得 Swift叫雨燕 然後SS4叫什麼 阿丹你去查一下 自己給你後製好不好 所以我常常在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當對岸也有的車 我們在拿零件就會非常的便宜 改裝品就會非常方便 例如說 我就曾經有客戶 去對岸買了整組的影音系統 然後想事幫我換 我說幹我怎麼會 我沒換過 他說沒關係 他說可以直上 我就跟柯P把這個原廠這一組挖出來 然後新的來 插頭再插上去 然後再把它散開去 幹好了 呵呵 裝好了 連線組都直接對岸就好 帶大家看一下後車廂 這裡有一個iKey在身上 在這邊可以開門鎖門 好 屏幕平整給你們看一下 不平整 下面有一個備胎 這就是舊款的 沒什麼好看的 中規中矩 那主要就是六個安全氣囊 值得買 走走走 我很期待看新的 我迫不及待 走我們去看新的 阿丹 你知道這個水箱戶像什麼車嗎 直復式 冰式 Benz GT Benz GT幾年出了 誰學誰 一定是他學人家 呵呵呵呵 2009年到2013年 是第一代的SS Form 對不對 然後2014年到2016年 是第二代 中間這一代SS Form 長得已經很像這個 叫Cross Over 阿丹你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141516 才三年的時間 就換引擎 正常來講 三年了不起小改款 對不對 因為他這次改款 成這個新引擎之後 連標準箱都換掉 那之前喔 我曾經有遇過那一代 CVT的SWIFT SS Form 有那個變速箱裡面的 異音的問題 所以其實原廠 我記得沒錯 他們應該有延長 那一代CVT變速箱的保護 好 看到沒有 Booster Jet 就是加強分射的意思 它這一代引擎已經改成 缸內直噴 第一代的SS Form 我記得它當時 馬力是120匹左右 那這個已經提升到140匹了 1.4T的清真壓 在這一代 我說它前一代是CVT變速箱 在這一代改成六速的 保持牌變速箱 匈牙利生產的 組裝的好不好 我看起來是有一點醜 你看像這個膠 打得夠夠醜 你看另外一邊也一樣 當你掀開 你看到這兩個膠很醜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不是撞過啊 可是其實喔 如果你翻開發現左右一樣醜的時候 它真的就是這麼醜 因為撞到的話 一邊撞到是 兩邊會長得不一樣 指甲去壓這個膠 都是硬的有沒有 然後長得一樣醜的話 就代表它原廠出來 真的就這麼醜 好不好不要懷疑 它這引擎室啊 引擎設計的這麼小顆 然後周圍這麼空曠的有沒有 比起我們之前看了很多進口車來講 直接聯想到的就是 這台車散熱一定很好 修理也方便啊 好這就是日本人造車的理念 跟歐洲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看這下面啊 通通曠曠的 這個整個散熱一定很好 我們之前看那個 207 對啊有沒有 排氣吸管跟這個幾乎黏在一起 有沒有 跟風扇幾乎黏在一起 所以你看它做空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這台車開起來 一定不用怕掉車 看一下旅圈規格 現在Closover等級的 215557 Makunia已經有電折了 另外呢 還附LED方向燈 還有 還有盲點偵測系統 我們看一下後車廂 變大了耶 其實前一代開起來齁 我講真的 我剛剛講它很普通啦 馬力也很普通 油耗也很普通 然後底盤也很普通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開這一代 看看這一代有沒有變比較讚 哇這個有雙色 不過這個是烤漆的 歐霧燈 到這一代 好見識那裡走 這一代已經就變得氣連了 而且還多了一個西部完全氣囊 所以它有七顆 然後定速 它沒有跟車齁 快撥 恆溫 那車主換了一個大螢幕 選配的 那你看齁 有一些歐洲車在這邊都會設計這個 Pasage 那個乘客的Airbag可以關掉 你如果安全座椅有確實的 把小朋友固定好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氣連 不然說到結束 好一樣IKEY 不過這個的恆溫已經改成雙區恆溫了 舊款的只有單區恆溫系統 欸好像可以試車了耶 好我們去試一下 走 哇它這個還有加裝 排頭顯示器 只要有OBD2的插頭 其實加裝都只有幾百塊而已 以前齁 媽的要改個錶 幹啊要接什麼三通 裝一大堆 才可以改一個錶 現在把它插下去 看這時速水溫轉速上面都無啊 看它是在逼什麼小朋友啦 盲點啦 啊對喔啦盲點啦 現在齁我跟妳講開一台車很吵 那天開CX3 跟車跟太近 它一直BBB叫我踩煞車 啊我是要切車道 所以跟前面稍微離近一點 然後一直叫我踩煞車 喔一直亮很緊張 踩煞車踩煞車 然後之前開那個A250啊 如果維持直線喔 我開太直也不行 你知不知道阿呆 我維持一樣的速度 然後方向盤就直行 一直走一直走對不對 太久你知道會怎樣嗎 它還是會嘟嘟嘟嘟嘟嘟 它怕你睡著 對它亮一個咖啡燈說 欸你該休息 我三手錠也不行 我黃金右腳 維持那個 一樣的時速這樣也不行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我要怎樣告訴它 其實我還行著 然後我就故意這樣亂轉亂轉亂轉 它還是不理我啊 它B更大聲 那以為我要撞牆了 欸我覺得這個底盤比起前 我都講前一代啦好不好 其實是前兩代 因為前兩代的那個變革比較大 我覺得隔音風切聲跟底盤的那個Q彈啊 反饋啊進步很多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方向盤的轉向喔 比較輕鬆 比較靈活 它除了方向盤輕手不中手以外 它的反應 它對於轉彎的反應喔 比較靈敏 因為有的方向盤你要 轉的這個幅度要更大的時候 你才能感受它開始轉彎 然後 哇噻啊 上高速空空空就曲曲了 後面好吵 那你有沒有聽到後車廂的那個 烘烘的聲音 嗯 滿大聲的 所以這個 我覺得它的後向的那個底盤的隔音 前面其實不錯喔 風切聲其實還不錯喔 可是啊 我跟你講 你光聽到後面烘烘的聲音 你前面什麼都聽不到了 大概這樣你只要開法拉利的感覺 給我一個那個寶特瓶 要不要那個 鋁罐我就可以了 哪一個鋁罐啊 那鋁罐在這邊 嚕嚕嚕嚕嚕 你不用鋁罐啊 我不用鋁罐就可以了 就像了喔 像 有沒有 阿呆就是高速了 下個月薪水再漲 好不好 哈哈哈哈 阿我們公司的制度是什麼字 你知道嗎 帝王制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帝王 嘿嘿 不愛 哈哈哈哈 這個 2017年的 SS4 Close 它有Over嗎 你知道我都搞不清楚 因為為什麼 有XX叫Close 還有我記得那個Volvo 還有CountryClose 兩個都知道人好耶 所以你知道喔 以前那個 義大利人 他們覺得CC就是什麼 雙門敞鋒車嘛 Cobet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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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媽的 德國老有沒有 出了一台那個 哈薩CC 四門綁車 義大利人氣死有沒有 我說 Visa裡面都媽的加鳳梨 大概類似那個意思 義大利人最愛上去的 其實我有一點 還蠻意外的齁 其實之前我開過 1.0渦輪的 比如說Breno或Swift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換檔速度 其實慢慢的不快 欸對 很多人我們在那邊講說 哇這換檔 那怎麼那麼慢 反應那麼慢有沒有 你沒有按Sport啦 唉唷不要騎喔 有個Sport按鍵就會變快了 那你余設就Sport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要使Normal的嘛 他當時都要騎Sport賽 他就趕他一噴油 一直噴油就好了 不過其實有這樣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 因為現代的車子 每個人也都 每家車廠也都想做的 車子很 就好走欸 很會跑 換檔很快 加速很快 馬力很大 對不對 問題是有環保法規嘛 所以他們會變成說怎麼樣 你知道嗎 Novo的狀況 它就等於是這個 你去做車測的時候 就是七成至八成的功力 因為它測試不會按Sport 測你的油耗數據 事實上 你要把封印解開 就是要把Sport按下去 它才能發生90%的公力 那所以其實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一台車製造出來 你在開啊 你按Sport的模式下去開 才是他預設的 應該才是他原本的樣子 那為了有些 為了要測排放測環保 所以他刻意的 用這個軟體 把這個 所有的能力 稍微做一個封印 那這樣環保測試的時候 比較 才比較為固 那遠等級才會比較低 其實Suzuki這個廠牌 在台灣啊 它一直都是配備給的 還不錯的一個車子 我舉一個例 2002年那時候 Solio上市 那時候2002年我跟你講 一台1300cc的方塊車 它當時就 轎車板就給到雙安全氣囊 加ABS 2001年 2002年 你買很多的國產車 基本上 一顆安全氣囊 都是沒有的 從那個時候起 我就發現 Suzuki這個廠牌的車子啊 它一直給的配備都 都不是像其他這麼小氣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對Suzuki這個廠牌 我就感覺還不錯 因為以前比較傳統 長輩啊 我去怕麻糬 我玩一些 抑制遊戲 他們覺得 Suzuki就是發音 就是不吉利 所以造成這個品牌 一直在台灣賣的不是很好 你看這幾年 Suzuki整個 爆炸性成長 當然除了 它的東西越做越好 你感受得出 它有認真的在做車這個 這個原因以外啊 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年輕人 對於這個 諧音 已經沒有這麼在意 車帥就買 我管他什麼名字 對不對 就算叫納智傑 可以嗎 先不要 好像先不要 哈哈哈哈 每集都要講 他壞話嗎 哪一天嗎 都還被告 你就沒公司了 我跟你講 哈哈哈哈 其實對於這台車啊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評價它 唯一一個壞處 當然我覺得這見仁見智 它的車子的樣子啊 我覺得坦白說 在我的眼光裡面 覺得比較沒有這麼的突出 就是它的內裝啊 你看這個就是 很普通耶 應該算中規中規 對啊塑膠紋 然後帶一點銀色的框 你要說質感 這下哪有什麼質感 啊1R也都喜歡用絨布椅啊 SWIFT 一直到現在 賣一台小小的車 1000cc 賣到六七十萬的 也是絨布椅 有人說絨布椅覺得比較軟 但不好照顧容易上 這也是確實的 因為這個絨布 通常都只有 稍微一點點的 撥水效果 它那個絨布的味道 萬一你車上的 狗臭味啊 或者是有人在車上吐啊 有沒有 有的沒有的 你讓它吸附到這個 絨布椅裡面海綿去啊 基本上很難清 味道怎麼洗都清除不了 還有一個就是 皮膚會裂對不對 可是絨布也容易破 你有時候牛仔褲勾到有沒有 勾到那個線 就脫線 很容易什麼 起毛球 所以這個 看你們自己喜歡 好不好 我本來想要蒂視 它那個換檔的 渦輪池子 你知道嗎 可是我坦白說 沒什麼渦輪池子 沒有辦法蒂視很嗆 我們這個節目是以蒂視為樂的 老師推車從來都不是在推車 都是媽的把車推到 推去填海 推到火坑 對我都是媽的擺到機會了 我媽的就把它推到火坑裡 可是我講真的 這個車換檔跟這個 渦輪的啟動的時機真的慢走的 它不到2000轉 我記得表定是1600轉 不會覺得說哇 那渦輪還不開 然後很慢 我本來想要diss一下 換檔很慢 怎麼像Smart一樣 思考人生幹都沒有 完全開起來就是很像一台 自然進氣的車子 其實我覺得傳統手自排還是比較好的 你把傳統手自排做多速一點就好了 你為什麼不做一個八速手自排 或是像那個野馬有沒有 十速手自排 然後就很爽 一直在換 一直在換 要省油的時候省油 要加速的時候也可以 然後又好秀 問題點又少 可是說實在話 像那個DSG跟那個雙離合器有沒有 其實它的那個變速箱傳導的功率損耗比較少 那你不是學理科的 所以你不知道功率損耗對不對 100度電 從電力公司送到你家升級度 我也不知道 但是絕對不是100度 中華電信說它機房出來有100Mbps 送到你家 可能剩2Mbps吧 看一下你住哪裡 你住哪裡 就算你住屏東也不是從台北拉到屏東好不好 沒有那麼誇張啦 基本上喔 一個觀念 就是你只要有機械的傳導 一定會在齒輪當中 一定會有損失 那它損失可能也許是變成 熱能散發掉了 要不然為什麼會講輪上馬力 你引擎的馬力是140P 這台是140啊 那輪子測出來可能只差120啊 那中間的消耗跑去哪裡 它可能各個 傳動軸啊 變速箱啊 什麼全部都消耗掉 傳導會有損失 所以其實像雙離合器這種 傳導損失是相對是比較低的 因為很多人講它就是手排 那手排的相對它的傳導比較直接 所以它損失很少 所以以前手排車才會這麼熱門 但是呢 現在因為有很多的雙離合器的 DSG的出來 造成它的損失已經 可以跟以前的手排騙入箱是相近的 所以現在手排騙入箱就占不到便宜了 就沒有優勢了好不好 好 試一下手自排 M 它怎麼換檔 撥片喔 二檔 它這換檔還蠻快的 調一下上去 退 退 喔 哇 有沒有那種感覺 聽到退檔爽 它就 這車媽的 開起來像歐洲車 很見鬼 它那還不覺得彈跳很小嗎 比想像中還小 對啊 我也會很跳 不過這個引擎的聲音 質感沒有那麼好啊 不是說它不會跑 或不是說它處理的問題 單就那個聲音出來 就感覺顯得比較單薄 不過這個 啊對啦 畢竟這房車我們不能用這個 跑車的 因為它過彎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而出 它的極限是比較低的 這個彎也不大 有沒有 其實有點推頭 超過線的 有沒有 所以它這個 不能槍球 好不好 那這個就真的就是一個方車 好啦我先 我覺得這個車就可以做總結了 我原本 原本是想要 D-10一下它的 那個引擎 跟它變速箱換檔系 後來我發現真的 它做得還蠻順暢的 我不太能D-10它這個部分 那唯一呢 我覺得它的一個缺點 就是在第一個 就是 後車廂的這個 傳來的那個 轟鳴聲喔 輪噪聲非常大聲 從後面整個這樣 像一個那個 那個功夫裡面那個 包諸國打阿拔一樣 就很像這樣 傳到它前面來 然後甚至可以壓過風切聲 壓過引擎聲 的那個聲音喔 那等一下回去我會再檢查一下輪胎 我覺得剛剛看那個輪胎年份也蠻新的 我覺得應該不是輪胎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 我覺得 它這個過彎的極限 蠻低的啦 反正我覺得 不比 我上次試了Rapid高 上次Rapid我覺得開起來 把那個加速性還比較有一點熱血感 這個基本上 你開這個車你也不要想要熱血喔 那血液熱不起來啦 縱使你有著賓式GT通等級的水箱罩也是一樣喔 沒有這麼的 讓你有熱血的感覺 避震器的話 舒適取向喔 偏軟 但是也撐不上一艘船 但是也不Q 像板豆腐一樣 還不是那種那個 嫩豆腐 不是不是嫩豆腐 比嫩豆腐硬一點 板豆腐 我覺得這車蠻適合女孩子開的耶 麻煩 也不要講路感耶 也不太有路感 但是轉起來是很輕鬆的 那我覺得這個車其實蠻適合媽媽開的 如果是全家一家大小出園 或是媽媽接送小朋友 這個車子很合適 那男生開的話 除非你不開快車 你對於所有的底盤阿 馬力阿 加速度阿 然後封切隔音什麼 你都不是非常TOP頂端的在意的人 這個車可圈可點阿 你什麼都不是很好 什麼也都不是很爛 就這樣 這樣怎麼形容 就中規中矩 大家都在中規中矩 大家都在說該有的都有 你不能發明一些新的詞彙嗎 有什麼 板豆腐 哈哈哈 我覺得Suzuki可以買的就是它的配備啦 說實在話 這個2017年的SS4齁 那新車84.9萬這個等級 那在二手車市場的價格 應該約莫會在60萬左右 那大概2017年新車85萬 車調大概25萬左右 那這個給大家參考 這個市場流通的行情 那你60萬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那它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我覺得買二手車是這樣 不管它好不好 你要找一台最適合你的 就像我講 你們要開快阿 然後安全配備 硬朗速夠 然後定速 然後恆溫 那大螢幕可以看小虎 可以看蝴蝶姐姐 葡萄姐姐 現在都什麼姐姐 優格姐姐 現在有優格姐姐 現在換飲料了 奶茶 果凍姐姐 果凍姐姐本來就有了 布丁有 蒟蒻姐姐 好難聽喔 蒟蒻姐姐不好聽 蒟蒻不好聽在哪裡 還是這個 樹乾姐姐 花乾姐姐 乾蓮姐姐 粉腸哥哥 對粉腸哥哥 呦呦 舉一反散喔 對不對 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 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大家買新車不要覺得說 新車好像定價很貴 我們雖然自己賣二手車 我跟你講 這個就要尋味 你知道嗎 我應該希望你們都來買二手車 可是有時候 你在買這種很新的 保護期內的二手車 你要去很注意它的 折價跟新車的價格 差多少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定價 對不對 我最喜歡講的 新車85萬 現在這個市場 60萬左右 你覺得差25嗎 其實不是 新車搞不好還有便宜個幾萬塊 你如果只看到這25萬 你覺得 這25萬好多喔 也不對啊 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新車有多少折扣 折扣完 假設新車80萬就買得到了 差20萬你真的覺得划算 你才來買二手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所以不能一昧的跟你講 新車好貴 二手車你看多划算多划算 你要用折丸的價格看 但是你也不能只用折丸的價格看 因為你買二手車並沒有像新車需要買那麼多附駕的東西 你要貼格勒紙啊 你要買保險啊 買二手車保個那個秉事就很了不起了對不對 可是你買新車耶 你要保濕切嫌啊 有的沒的嫌啊 超額啊 限額啊 速壓速額 潤額 有沒有 什麼保險一堆 所以你買新車也不是你看到定價這樣喔 你還有很多費用 保險費 設定費 三小費一大堆喔 領牌過戶 三小有沒有 沒有 基本上二手車是沒有領牌費的 為什麼 因為二手車本來就有牌 選號 選號 你媽要選說我老婆生日啊 我媽媽生日啊 我阿公祭日啊 應該沒有人選祭日喔 反正喔 買新車你還有很多錢要花啦 所以都要算進去啦 給大家參考啦 選擇一個對自己比較划算的購買方式好不好 好久不見的老師推車 建議就到這邊 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和我們繼續做更多更好看的影片 一定要訂閱啦真的 好掰掰 請按讚 按讚 按讚 吵鬥 吵鬥 阿大我覺得我們錯過牙齒好了 後輪其實有點變形 這個胎紋有跳紋路 這17年第三十三週生產 這應該從新車就是配馬牌的輪胎 用到現在 所以後輪這個生意很大 到時候換掉高速公路的聲音可能會變小蠻多人 好不好 這個我們要澄清一下 是因為輪子的關係 後輪都裂開了有沒有 後輪不行 新的到現在才開3萬多人 這人開的車的道路品質很差 有人習慣閃坑洞 有人是沒有在閃 那你騎摩托車你有沒有閃坑洞 會啊 有沒有因為閃坑洞摔車過你自己講 是快要啊 所以有時候看到不行就要負貨啊 可是真的有時候你如果你開的車不是很安全 很穩定或是有繁華的車子 真的有一隻貓或狗衝出來 你有時候為了閃他 你自己翻車 我想真的 所以真的有一些比較老練的 如果預期到閃他會有危險的時候 可能就要撞過去 我想實在話 其實一台車除了頭燈要做的 眼睛明亮頭燈做的漂亮 女孩子一樣嘛 眼睛大了基本上就 就有幾個了 對不對就 不要說幾個 先加40分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水箱護照 水箱護照是什麼鼻子嘛 漂亮了 哇 那就幾個了嘛 所以下面保管就下巴嘛 嘴巴嘛 有沒有有些保管下面有開口笑啊 馬五啊 對啊馬五啊微笑對不對 你看坐一台車這麼簡單 頭燈做漂亮 水箱護照做漂亮 基本上車頭就60分 對不對 難怪女生整形都要先用眼睛的鼻子 眼睛跟鼻子吸鼻子最高 三根弄一下 各個雙眼鼻 對啊 那那個是高達還是鋼牙 不然要洗 這個不是這麼厚 很壞 這個把它漏斗 殺漏 我不敢 有沒有每一台都可以閒耶 不然每一台都可以閒耶 不然每一台都可以閒耶 衝到線到尾 衝到線到尾 在路上一直閒一直閒一直閒 這樣很辛苦 因為每個車牌都要馬掉耶 不能被人家告啊 會不會 被人家告也是那種紅的方式是不是 很主觀啊 每個人喜歡都不一樣 現在覺得可以用就好了 燈關的都一樣 不是嗎 又動就60 那你要維持螢幕前的良好形象 我跟你講 我是沒有差 我是有點爛掉來不及 我年紀有了 我無所謂啊